我也借鉴了莫雷加德这种一些打法 因为原来并没有完完全全的特别认真的去看过他的比赛 但最近的这种从奥运会吧 因为无论是小胖跟他的单打还是团体赛 我跟他打我坐在场下 认真的研究我觉得他这种技战术能力就能打得这么好 包括我在跟他打过几次比赛里 我在回想我觉得他确实不光 原来可能大家都觉得他只有天赋 可能敢这么打 但其实他在这些天赋里这种技战术的运用 以及发生弱点或者心态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有他自己的那一套东西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俩这种打法也算比较接近 所以我也可以像他这么打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有一点这种 跟原来的自己的比赛里有一些灵感 也会让对手感觉会别扭 因为我相信没有人跟莫雷加德打比赛会是感觉舒服 因为他的球路始终让人感觉琢磨不定 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能力向他这种学习 所以这次比赛感觉这种体验感 感觉还是不错吧